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又出现失误了 开始利用万圣维的掩护 西历里江这边又出现失误了 尼卡尔森 利用尼卡尔森上来挡一下 出没之后的分球 一角三分再进一个 贝西罗维奇也是有点急了 拉着万圣尾一直在说 赶紧 突进去空了 完全是给漏掉了 苦苦支撑 马特里26分球了 这边外围再中三分 一对一 大鱼长春 这边赛打中的话 领先优势来到 20分了又是汤尼远 速度真快 长春不着急 还是交给苍杰 这边难度真大 后一球 二加一打进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只能赛打中的犯规 这边当然是大纵的 很努力 不及 准备 对方的犯规 要是可以 现在做这个犯规 这边确立到两位数 好球 这边尼克尔森再中啊 这样的话杀死比赛了 不进去 两分这边再上进啊 汤杰 这场比赛 汤杰是完全的把自己的这个特点给发挥出来了 汤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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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